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欲望到底是会灭人心的毒药 还是迈向幸福的妙药 我们常常在宗教相关的人士 或是德高望重的前辈都有说过 人不能有太多的欲望 保持低度的欲望 要的越少,人越快乐 更所谓无欲则刚 这个是真的吗? 人是真的拥有越多就会越痛苦吗? 今天我们就稍微聊一下 这个关于欲望的话题 说到欲望 以中华文化的词汇来看 它是属于一种偏向负面的意义 大概的意思就是想要与需要的一种感觉 而在西方的世界里面 欲望主要指的是五官欲望 特别是情欲 这是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下的定义 马斯洛是谁呢? 他其实是美国的心理学家 全名为亚伯拉罕 马斯洛 他在1943年的 人类激励理论的论文里面所提出 他这里面说到 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 从低到高层次分为五种 分别是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 与自我实现的需求 这位学者的理论基础 就是说欲望是来自于个体天生的生理需求 它是经过遗传基因的设计 将繁衍下一代的动力 经由内分泌系统的统合 为满足因内分泌无法平衡的痛苦 所衍生出来痛苦的一个想法 而变成了欲望 由此来驱使个体做出利于 繁衍下一代的种种行为 这些行为可能会危及社会伦理道德 但个体往往无法以理智的力量来控制 所以没办法避免自己做出离经叛道的行为 这是基于马斯洛的心理学的理论 所做出来的概念 而在中华文化的道家经典 《清静经》里面也有一段 是专门提到关于欲望 他讲的是什么呢 表示就是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的意思是说 我们人的理智与意志 也就是所谓的神 本身是一个独立且具有智慧的存在 也就是因为这份智慧让我们可以超然于其他的生物 成为一个特别的物种的存在 但是欲望也就是这边所提到的心 就像遮蔽天空的云一样 让我们原本纯净的理智跟意志产生了其他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时候受到欲望的牵引 我们即使想继续的依照自然的方式来生活 但是欲望却会给我们不同的想法来驱使我们做了其他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说 按照人类的生理需求 我们仅仅只需要吃煮熟的大豆跟稻米 我们就足以用小部分的土地来养活我们全世界的人 而且我们对于粮食将会不于匮乏的存在 根本就不需要畜牧业或是其他的作物的存在 但是光大豆跟稻米 我们人类就已经可以研发出不止9981种的吃法 更别提到人类已经吃到了 从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 不管你是不是生物 只要能够弄出味道来的 吃不死人的 人类都会把它吃下肚 如果要把人类比拟成另外一种我们所了解的生物 那其实老师可以这么觉得 人类就像一个具有高智慧的蝗虫 很会生也很会吃 而且还走到哪就吃到哪 而且为了避免其他人影响到自己的吃饭空间 还会大家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名为国家的群体 而当然欲望这个东西其实也没这么简单 可以只用五种的层面就可以分解出来欲望的类型 因为欲望它本身就像一个变形虫 百变怪 可以透过意志与理智的结合来演化出各种千变万化的结果 而这些结果我们就称之为情绪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 而这些情绪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欲望 也就是需求作为基础 所演化出来的变量 例如最简单的就是说 所谓的喜怒哀乐 我们再深究一点的就更有什么 包括任命啊 钦佩啊 爱意啊 趣味啊 愤怒啊 畏惧啊 苦恼 烦恼 欲期感 焦虑 冷漠 唤醒 敬畏 厌烦 光老师可以找到关于情绪的形容字眼 至少就有80亿种以上的形容词 而这也不能形容所有我们遇到的情绪变化 举个例来说 例如苦恼这个形容词 它可以同时跟焦虑并行存在 我们可以既苦恼又焦虑 所以你说情绪上还有多种变化呢 你不要说80种了 你就是有80平方 或是80的三次方的存在 那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人的精神层面呢 基本上都会被欲望所缠绕 就是修行身后的高升或是道长 他都会有欲望的存在 就像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总是还是胃肚子饿 想要吃饭 想要睡觉 想要上厕所吧 对上厕所你总不能说不胃吧 是吧 所以生理的需求 它也是一种欲望 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那么欲望到底是不是一种很坏的东西 是不是就像清净经里面说到的是三毒之二 这个说三毒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所常常听到的叫做贪 撑吃 这个贪撑吃怎么去理解它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去理解 它也还蛮好理解的 怎么这样呢 它是一个可以有顺向理解的方法 就像什么 一开始我想要 想要就是贪 贪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想要得不到 我就生气气 所以说我就撑 那生气我还得不到 我就怎么样 我就拼命的更想要得到 那就是吃 这老祖宗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 这个欲望越让你得不到 你就越想要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确定 欲望就是三毒 三毒就是欲望 普通就是上海 上海就是普通 我们让欲望飞一会儿就可以知道 地狱的痛苦 还有我们的罪恶深渊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在过去的农业时代 明治未开 大家都拥有的也不多 物质也蛮匮乏的 所以当时对欲望比较普及的说法 当然就是把欲望一杆子打成了邪恶 似乎也比较容易让百姓去理解 这是错的 所以你不要去做 千万不要去做 对不对 那也可以限制或是阻止百姓去争权夺利 或者是释放自己各种不同的想法的喜恶上面 去那些错误的道路上去迈进 但是实在走到了现在 AI都可以跟我们聊天 还帮我们画图跟发想文案了 那么我们当然必须要有智慧 来利用我们的神 也就是我们的理智跟意志来去理解 这些纠缠在我们的心 也就是欲望的更深一层的样貌 那么我们要怎么定义这个欲望呢 其实欲望的面貌 也没有那么复杂跟神秘 所谓的欲望 其实就是我们心灵的一种动力 是一种促使我们前进的能源 就像什么呢 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 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必须要有的元素力量 这也就是说 欲望它也是我们生存的根源 我们没有了欲望 我们也没有生存的能量 所以大家说 这个人生怎么样 心如死灰 哀大莫过于心死 代表我已经放弃一切了 我没有欲望了 那当然你连活下去的动力都没有了 所以说欲望它是我们生存的能量 所以说没有了欲望 我们就几乎没有办法生存在整个世界上 那么欲望既然是促使我们生存的动力 甚至是赖以为生的能量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节制欲望呢 我们干脆直接把欲望给它放开了 随心所欲 不是更加的完美吗 什么中庸之道 什么修身养性 什么清静养性 这个是反人性 这才是错误的 对不对 如果你有闪过这样的想法 那老师也不会说你是错的 只会说这样的想法不够周全 怎么说呢 因为这样的想法就变成了善恶恶元说 非黑即白的分类法 当然也会有人想是说 老师讲讲不对 对了就是对了 错了就是错了 是不是 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这里面应该没有模糊的空间吧 说到这里 老师也只能说 颜色都还有七种 怎么会只有黑白呢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都不会只有一种观点 就像我们天天看 常常看到的天空上的彩虹 有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彩虹 但是有的角度 我们就是看不到 当事情利用多元去看 那么答案就不会只有一个 所以说回到了主题 针对欲望这个题目 老师刚刚说到 它是一个人类的能量体现 我想吃饭 所以我去觅食 我想要稳定的都有饭吃 所以说我就跟做 让龙作物出来 一直不断提供我粮食 那么我想吃肉 而且我想长期都有肉吃 那么我不但要打猎 我还需要畜牧 而说到畜牧这件事情 畜牧各位讲说 我们是为了吃它 就是我们是夺取者 其实在这些牧民 老师也跟他们聊过天 这个畜牧 真的是我们养牲畜 还是牲畜养我们 是我们离不开这些牲畜 还是牲畜离不开我们 其实这个以后 我们可以谈到 蛮有意思的一个存在 所以当欲望有了目标 我们就会不自主的 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也可以说 欲望的标的 相当于给我们的前方 设定的一个坐标 而这个坐标 就会引导我们 往那个方向去靠近 所以我们会追求 心目中的爱情 会追求居住的品质 会追求饮食的精致 会追求养育小孩的环境 而追求爱情 当然就献上我们的殷勤 而追求生活 就得付出我们的心情 而在这个动物界里面 就有不同的展示 比如说有些动物 它会跳球偶舞 对不对 这个非常跳球偶舞 然后来吸引异性的注意 有的人就像公养一样 互相的搅斗 像心仪的对象表示 我有保护家庭的能力 而放在人类上面 我们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我们因为我们 多设计了一个媒介 我们称之为金钱 关于钱的本质 我们之前已经谈过 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挖一下老师的视频池里面 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 而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人类 在社会化之后 要达到任何的目的 绝大部分都必须 透过金钱这个媒介 才能够达到 而愚蠢的人类 因为有了一个 比较能够理解的单位 就把价值跟货币的价格 产生了挂钩 自此人类的欲望 就很明显的 发生了一个新的质变 那就是单纯的追求 更多的货币 因为只要自己手中的货币数量够大 那么似乎就可以满足 我们绝大部分的欲望 跟愿望的存在 至此 我们心灵的能量 就推动了一种转化的想法 那就是我只要有钱 我就可以实现我所有的希望 人心追求的目标 就变成追求金钱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上次达官贵的 中至市井无赖 下至深斗小民 都不断的追求金银财宝为目的 因为有金银财宝 等于有了阿丁神灯 想到都可以去做到 对不对 但是事情却不是总是这样子的发生 怎么说呢 我们对于金钱的欲望 其实只是其他欲望的反射跟投射 我们要让家人过好的生活 所以说我要赚很多钱 那么我们建立家庭的目标 是幸福的生活 还是要很多钱呢 会懂老师的意思吗 幸福跟很多钱 这个是同时存在的吗 很多钱就一定会有幸福的生活吗 还是它是一个推进的类比法呢 我们可以大方向说的是 但是他也可能不一定 他就是这样 而更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以为可以解决 大部分事情的金钱 这个媒介 只能换到了一个顺项发展的结果 而不能获得逆向回收的可能 什么叫做顺项发展 比如说像老师家里水电坏了 我请一个水电的师傅 来教老师家里修个水电 这个师傅 他是经过长时间的学习 还有他的一些维修的经验 所以是说他来老师家里 替老师处理好这个水电的问题 那么老师就支付给我们两方 都认可的合适的代价 就像什么呢 就像孔夫子 过去收学生的速修 当做学费是一样的 老师就支付了货币 当为代价 所以老师购买的 是这个水电师傅 人生顺项发展的成果 也就是我们买房 买车买菜 都是一样的逻辑 买商品跟买服务 都是顺项的去购买 但是钱买不到逆向 什么是逆向呢 简单的一点讲 就什么 叫做千金来买 早知道 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利用金钱 购买以及死去的人 当他再复活一次 我们也无法利用金钱 让我们受损的身体恢复如初 我们也无法在孩子长大之后 我们花很多钱去买回他的童年光阴 更别提我们能不能用钱 让我们重新回到少年时期的体态 别说人了 你再多钱 你也无法让一颗苹果逆生长 恢复他原本是种子的状态 我们可以正向的培养出种子 变成新的苹果树 但是我们不能让一颗苹果树 重新逆幅变化 回了一颗种子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如果把欲望这个能量 全部放进去 当成吹动制造财富 这个机器的动力 让我们投入的这个东西 最多只能换到 我们以为的30%还不到 就是我们把100%的欲望 放进去制造金钱的时间里面 我们得到了可能只有30% 为什么是30% 因为人生已经经过的那前半段 50%你是买不到的 懂老师的意思吗 你只能买到未来可能的结果 但是你买不到过去 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说100%的人生 你绝对至少50分 你是买不到的 而且未来你能够买到的东西 你也不是每一项 你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人生的目标 如果也就是展现 我们欲望的地方 放在是要赚很多钱 当做我们人生的目标 这个想法 100%都是亏损率 比较高的人生投资 为什么 因为你花下去的成本 就是你的时间 配上你的欲望 投入到这个目标里面 你年纪越大 你能够用的资源就越少 当然你买到的东西 跟产出的结果也就越少 甚至你连基本的健康 你也买不到 所以欲望放错地方 就会产生亏本的结果 我付出了所有的时间 去制造有限的财富 然后还不能够 这个不行 我打掉重链 这个追求名利的欲望 是比较划不来的 各位你说是吗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从刚刚的例子 就可以知道欲望本身的能量 是因为我们把它投放在哪里 所以说它就会驱动 什么样的发展 所以欲望它是一个能源 跟能量的一个存在 而在这里我们又要发现 欲望的另外一个面向 那就是欲望的膨胀性 说到欲望的膨胀 我们就还是一样 先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我们现在手里有一个 没有充气的干扁的气球 我们把它开始把它吹气 或者冲气把它变膨胀之后 请问一下 气球本体的质量 有没有增加 老师说的是气球本体的质量 这答案当然是没有的 因为膨胀的只是因为 气球被气体所撑开的体积 但是气球本体的质量 它并没有随之增加 你说气球会变重 那是空气的重量 不是气球 它变重了 这样各位有没有稍微了解老师的意思 我们常说 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 但是膨胀只代表了 我们想要的更多 却不代表了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 举个例子再说一次 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 是个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父母给了 我们一点点的零用钱 我们去买一个便宜的饮料 甜甜的 或是吃一个小零食 或是吃一个小辣条 我们就可以感到无比的幸福 今天真的是开心 对不对 但是到了少年的时候 我们不要这些了 我们还要漂亮帅气的衣服 我要有酷炫的装备 我要改车 我要脚踏车 要装的什么配件 机车用精品 对不对 到了出了社会 开玩笑 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我还得有部好车 或是怎么样 我短时间能够赚到一间房子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所要的 这对不对 这也是对的 这也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长大 环境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成家了 我们可能立业了 我们可能需求度 也是有所不同 这是正常的 但各位有没有想过 当我们刚才讲到的东西 都有 也都经历过了 好 那我有房 有车 有老婆 有小孩 有丈夫 什么都有了 我回头再去吃辣条 喝的那些甜的 要死的饮料 我们还能够重获 当时的快乐跟满足吗 所以有了 我们就想要更多 这就是欲望的 无控制性的散发 得到一个之后 我就想要另外一个 所以肉体情欲的黄 也就是色情 还有真胜负的毒 还有刺创造幻觉的毒 这些都是非常让人 给他的心里能够堕落的 跟着迷的东西 我得到之后 我想要更多 但是这个人的精神的载体 就是我们的肉体 我们能够承载的欲望空间 看起来是无限 因为不是真的 把它帮我们冲大 但是实际上 我们的精神的载体 包含我们肉体 跟我们的大脑 跟我们整个能够 涵盖着灵魂的能量 它其实是很有限的 我们不断的索取 最终只会导致破灭的结果 所以说老祖宗才会说 欲望是需要控制的 你不控制 不断的索取 当然只会让你越来越痛苦 因为你的气球越来越燥 你的本体已经快承受不住了 因为不断的想要的更多 就更容易让欲望 蒙蔽了你的理智 所以欲望这个能量 它就必须受到了约束 才能够真正的有用处 举例来说 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力 没有电力 不能用手机 不能看视频 是不是 所以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力 这个东西当例子的话 电力它需不需要送到控制 电力是需要送到控制的 对不对 我们不能今天把这个电插头插上去 现在是110伏特的 然后下一秒变成500伏特的 这样行吗 对不对 或者是刚刚是0.5安培的电量 给我们充手机 然后瞬间变成100安培的流量 对不对 可以吗 不行 对不对 所以它需要稳定 跟可以控制的状况 它的能量才是好能量 所以说我们的欲望 如果比你为电 电这个电量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可以说 它的初始来源 可能就是一个发电厂 那么我们当然有发电厂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 收到地方的变电站 就是我们的一些 人生的一个小目标 那也需要变压器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幸福跟美满 来控制我们的能量 这样子我们的欲望 就可以变成有用的人员 而欲望的控制到底是怎么控制呢 说那么多 那它怎么控制呢 控制它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神 也就是我们的理智 以及意志所控制的 而理智与意志的控制 它需要什么东西来维护呢 它是需要透过知识的雕琢 理教的了解 然后来透过这些知识的转化 来成为我们的智慧 来成为我们可以控制欲望的变电站 那么我们的欲望 就会变成好的能量 那当输入到我们每一个日常生活中 它就会变成一个好的结果 什么叫做好的能量呢 例如我们很卑微的一个愿望 就是怎么样 我希望我的家人过得快乐 那么我就有动力去从事我的职业 换取我合适的收入 然后再用我最珍贵的资源 也就是时间与家人一起度过 当我们懂得如何控制欲望能量的使用方式 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一边 我们可以去获取我们的收入 另外一边我们也可以陪伴我们的家人 来获取我们两边都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们个体化的幸福 也就是欲望转化的一个小爱 而当我热爱且从事我喜欢的工作跟职业 而且这个职业还可以同时让我可以帮到很多人 而且这么多人都可以因为我的服务或者我的商品来获得满意 跟他生活更加的美好 那么这就是欲望的变量成为了钟爱 而当我愿意付出了更多 比如说什么 我愿意随手关灯 对不对 不但省电 我还可以节能 还有我们平常我们就讲好话 说好事 与人为善 我们增加善意的回旋 甚至我愿意多付出点时间 在我闲暇的时候 我可以当个志工 当个义工 甚至愿意给更多人分享这些善知识 让大家可以获得更好的精神生活 那么我们也同时的就像依徐的我们的 比如说世尊模拟 释迦摩尼佛 也许了我们的耶稣基督 也遵循我们的阿拉 还有诸天善神的指引 来让世界转化更多正面的引导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可以遵循这些圣贤 来发出大愿的大爱 而这么多种爱 三种爱 我们现在应该学哪一种才适合我们 才能够把我们的欲望 转化为强大的美好能量呢 这里老师告诉你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们可以全都要啊 对不对 没有人规定你 就只能做一种啊 是不是 所以愿力与欲望啊 它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 是一个拥有不同的面向的存在 所以我们上面谈到的 成其心而神之心 自然六欲不生 三毒消灭 真正理解我们所想要的 它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那很多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透过知识 知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或是做些什么 自然这些欲望就转化为 我们人生往前进 往上提升维度的一个能量 而不会怎么样呢 当我欲望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要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身体就像几万只蚂蚁在砖爬一样 让我们的能量就变成什么 就像这个漏电一样 各位我们摸到那个漏电的插头一样 对不对 能量就胡乱的流淌 这也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 清静经里面说的 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成 欲为前也 意思就是 你都搞不清楚你自己需要什么 只是不明所以的想要 那么就跟肚子饿 就鬼哭神嚎的心生儿一样 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欲望 那么这种成人的巨婴 那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滑稽呢 所以说欲望 我们不是要去 要去把它压制住 或者我什么都不要 然后我就可以获得最好的自由 而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 通过我们的智慧 通过我们的理智 通过我们的学习 来把这个欲望 变成对大家有利的欲望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种愿力 它就变成一种正面的能量 让你的人生 跟你周遭的人生 都可以每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好 您说这样好不好呢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